都是流行Vegan 比我们台湾还流行 这是一个社会的进化 也代表人类对其他动物的觉醒 同情 动物也是妈妈 动物也有感受 现在有很多这么好的骗子 人类的 现在有个话 一个女人全部天天给她炸她的人奶 炸完以后把她脱去杀掉 每天都没穿衣服 就两个管子插在里头 天天给她吸奶 这个就是乳牛的可怜 那你说人不行 乳牛可以 那你不慈悲 所以佛教说 你吃肉伤害了 直接间接伤害了其他动物 你没有悲心的种子 也不要谈自己是有悲心 那没有悲心 就不可能会保护众生 能够度众生 那这一点一定要能够做好 当然有时候你真的做不到 至少出一食物 吃素 吃一餐 能够有福报 现在各位到温哥华 叫有福报 吃素的人生得天更高 更清净 而且现在素食这么好吃 千万 如果你还在吃肉 千万不要吃活活的龙虾 螃蟹 那是那些蛤蜊 贝壳类 那是非常残忍 跟不道德的事情 千万不要 如果你无法避免吃肉 你家里的人不要吃动物的内脏 因为动物在被杀 一直痛 它的意识就一直跑到它内脏里面去 然后你吃到它的内脏 然后它的神事就跑到你身上去 也附着在你的内脏里面 这也是个不慈悲 所以西方人还好 他看不到那些动物啊 头啊那些 他只是觉得它是个食物 那我们华人的 整只拿来吃 明明有头有眼睛 然后甚至有些还吃活活的 喜欢这样火烤的 烧烤的 所以这次日本 发生这个火灾 如果一般来讲 被烧死的人 就是过去最喜欢吃烧烤的人 烤火虾 烤鰻鱼 那是吧 很喜欢吃烧烤的 最后你就会遭遇火灾的灵孽 这是非常恐怖的 这个夜暴 那没办法形容 所以在这一点 各位多去思维这个道理啊 那你会觉得 虽然肉很好吃 但不慈悲 虽然蛋很好吃 但是不慈悲 因为为了孵蛋 多少母鸡被虐待 多少小公鸡 下来就被杀死 因为思维这个道理 但是话要讲回来 各位 我今天只是勉励各位这样做 譬如说你吃素了 别人还在吃肉 你不要看不起对方 因为他将来 如果姻缘成熟 他可能也会改变 对不对 你多帮他回向 多帮他持重 这样就好了 你不能看不起对方傲慢 那这样就失去悲心 所以人都有过去 搞不好他哪天学佛比你还厉害 只是他因缘还没成熟 好 所以第六条 站在菩萨道 为了修慈悲心 不要吃肉 你能够吃就吃 不能吃 没关系 出一食物 或是有空在家里多吃素 我认为做妈妈的 家里不要杀生吃肉 那你出到外面没办法 但至少家里很清净 日本人很厉害 绝对不在家里杀任何的动物 对不对 因为他们有佛教的传承在 但是不要把家里成为一个 我常常讲 厨房不要成为屠宅场 冰箱不要成为兵仪馆 餐桌不要成为杀乳战场 肚子不要成为动物的坟墓 因为念一下 众生平等 真的众生平等 这样去看待世界 所以来第六条 学佛的悲心 爱护所有动物 诸佛不吃肉 佛经写得很清楚 佛经写得很清楚 没有一个佛是吃肉了 要称佛 佛陀时代的阿罗汉 吃的肉 都是变佛陀 佛陀神通变出来的 没有意识的 这是故意的慢慢引导他们 而不是活活被杀死了 但佛陀入涅槃 佛陀讲 我入涅槃以后 一切佛弟子不得吃肉 一吃肉 非我弟子 变成罗刹鬼 所以我讲佛陀是四线的 而不是说 比如说你要渡那一只海狗 你要渡那一只狮子 那佛陀会视线成一只羊 然后借他吃掉它 来肚这一只狮子 看到对吧 所以成为佛陀有这么大的神通功德 来帮助各种众生 所以第六条 各位尽行受 学佛悲心 乃至敬畏来尽 不吃众生肉 不吃众生肉的戒律 各位 能吃佛 能吃 好 那我想我们也回向一下 来 归功德 受戒功德 哪怕一条 一条两条三条十条 都可以 特别有人甚至发愿要吃素 那这个功德太大了 来 回向法界众生 县世父母 六亲眷属 回向所有历代祖先 堕胎胎儿 冤亲在主 所有往生者 同享功德 永离山徒 同生净徒 愿以持功德 普及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 皆共臣佛道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生命电视台 就是护持佛法 究竟帮助众生 离苦得乐 所以 生命电视台 有责任 有责任 将佛陀的正法 不分宗派 传播在这个世间 希望各位 多关心生命电视台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顾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顾名 生命文化基金会 大家好 我是药师苏博明 疫情期间提供大家三个购买医用口罩的小撇步 请大家一起来注意 1. 选择合法通路 请透过实名制通路 或与领友贩卖业药商许可执照 如医财行或药局等通路购买 2. 检查包装方式 除实名制口罩为散装外 其他医用口罩都必须要有完整包装 3. 确认包装标示 购买时要认明包装上的医疗器材许可证字号 令自9月24日起 国产之平面式医用口罩皆有双钢印 9月23日前生产的无双钢印口罩为厂商存货 一请安心使用 最后提醒大家 请注意个人卫生习惯守护你我的健康 你为你那时改静便签讯到一须黑银行李箱的机会 我现在跟他的孩子们在家中心里在家中心里铺续行趋业 他有一个健康行李箱的机会 他有一个健康行李箱的人 他有一个健康行李箱的人 是跟你们一起理解决定王 他有一个健康行李箱的人 是女自己的健康行李箱的人 其实是女的健康行李箱的人 我建立安心李箱的人 Next stop, Changqing Road Station 在用路上面的安全 更容易發生事故 在這裡我們要建議 各位我們高公司的長者 如何讓自己在道路上面更安全 我們高齡者長輩 也許因為身體上的關係 晚上睡眠不是比較少 所以他們比較早起床 長輩起床最重要的工作 第一個 他們可能早上去菜市場買菜 或者去公園裡面運動 在這種清晨或晚上光線不足的時候 你怎麼樣做好自身防護 白天的話不妨建議 我們長輩盡可能穿白色或淺色的 可以 在運動的時候比較安全 晚上的話 你盡量不要穿像這種深色的 身上記得配掛一些反光的物件 或帶一個手電筒也好 不管什麼樣的手電筒也好 只要你能讓它晃動 戴在手上也好 戴在脖子上面也好 都可以 這個東西說晃動的時候 放動的東西會亮 那麼行進行的車輛呢 它會看得到 道路交通事故裡面 有三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人 車 道路 這三項是交通事故發生的時候 不可缺的因素 第一個你要先注意到 你在通過這個路口的時候 它的路幅 道路的路幅 您從這邊走到這邊 時間夠不夠 當您從這邊走到這邊 不夠的時候怎麼辦 記得您走到路中間的時候 不妨稍坐休息 先直接到什麼 安全島上面 安全島上面 您在安全島上面站著 等個一分鐘或兩分鐘 讓時間跳過去之後 轉為綠燈 您再慢慢地走過去 甚至說您在這個路口 準備出發的時候 紅燈 綠燈已經轉成黃燈了 秒數不夠 您不要倉促 就直接想到這樣衝過去 您不可能像年輕人一樣 這樣用衝的 用衝的也可能 讓自己產生二次的交通事故的危險 所以不妨您在這邊的時候 在路口這邊的時候 記得稍等一下 等一下一個燈 綠燈亮了 你有充足的時間 在怎樣 從這邊慢慢走 慢慢走過這個路口 這是保障自己安全 另外一個 當高齡者 您如果是行動不願 有帶著輔助器的 希望您 減少在路上行走 或是你要在路上行走 記得 請你們家人 或親朋好友 帶著你一起走路 走路過馬路 幫助你 由他們來協助你 那他們要讓自己更安全的一個方法是什麼呢 現在有地下道 天橋 或是說捷運的通道 讓自己 減少跟車輛發生交織的行為 減少跟車輛發生碰撞的機會 這個才是保護我們自己 長輩自己一個 最好的方法之一 另外就是車子 車子本身就是有一種視線角 像貨輝車連結著他們 駕駛座位上面 它的車體高是四公尺 它必須要看到你 除非你有身高180公分以上 它才看得到你 所以你在走路的時候 有大型車這樣過來 那麼記得停下來 讓大型熱線過 可以平平安安的 看到我們家裡面的人 這才是最重要的 有一天我們會老 我們身體也會下滑 機能下滑 有一天我們也會身體不方便的時候 但我們最不願意熱線 當我們高齡者長輩 走在路上的時候 發生一些交往事故 這些是我們最不願意看到的 這些我們不願意看到 我們就必須要盡 盡我們最大的能力 讓這些高齡長輩 在我們道路上用路的時候 我們一起去關懷他 保護他 協助他 所以當我們所有的高齡市民朋友 走在路上 騎車開車都好 只要您看到高齡者長輩 要過馬路的時候 通過馬路的時候 不妨您停下來協助他一把 走路的協助他過馬路 開車的麻煩您稍微停下來 你讓我們高齡長輩先通過馬路 讓他平平安安的通過這個路口 不要發生任何遺憾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 交通警察大隊 誠摯地提醒我們市民朋友 讓我們一起關懷高齡者 協助到高齡者 避免高齡者發生路上的交通事故 讓更多的人也和我們一同 讓更多的人也和我們一同 來結束放生知日俗 一世紀心動 保護其他的生命 保護其他的生命